大家好 我是陈寗 昨天呢 蘋果終於發表了最新的 Mac Mini 其實 Mac Mini 在 2005 年的時候就推出了 那個時候是賈博士親手拿出來 當時的定位呢 就是希望推出一個最便宜的 Mac 讓所有的人包括最重要的蘋果也最重視的市場 就是教育市場 可以有一個非常非常便宜的電腦就可以買到 所以呢 這個也是在當時的首次有低於 2 萬塊新台幣的這個 Mac 因為以前 Mac 比較貴嘛 那後來呢 大概這個時候的 Mac Mini G4 然後 Mac Mini 的 Intel 然後從賈博士手上這個 這個厚厚的塑膠殼 然後再變成薄薄的鋁合金殼 然後一直到今天 最新的超小台的這個 Mac Mini 呢 也可以算是 走過了 你看從 2005 年到現在也走過 19 個年頭了 然後隨著科技進步他也變得越來越小台 所以可以說 這個也算是就跟 iPhone 一樣吧 是當年呢 從賈博士手上親手拿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商品 而且其實 Mac Mini 還在我個人的這個成長歷程中呢 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呢 我從以前在 就是在音響店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音響店工作就用這個 Mac Mini 然後後來呢 我自己寫文章拍照 我還是用 Mac Mini 一直到現在我們公司所有的電腦 除了助理妹妹用的那台 Mac Studio 之外呢 全部也都是 Mac Mini 所以 Mac Mini 呢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腦 所以他現在更新了我覺得超棒 對我來說反正就買定了啦 但是 對更多人來說的問題呢 就是那我該買嗎 什麼樣的人該買呢 所以我今天整理了兩個問題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到底看完這 Mac Mini 新出了之後呢 到底你該不該買 另外呢 在這個嚴選上層就下面 影片下面的資訊欄連結裡面有我們嚴選上層 裡面呢 有跟這個 Mac 相關的呢 就是這個 USB 的 Type-C 線 不管是充電 高速充電 或者是高速傳輸 最新規格的 USB 四線 我們通通都有在上層裡面 那如果說你需要 10G 網路的話 我們有非常棒的網路線 CAT-6A 的在上層裡面 通通都有 大家可以直接看嚴選上層連結 那首先呢 這一次 Mac Mini 到底改變有多大 這個是原本的 Mac Mini 這個我們已經看習慣 因為 10 多年來都長這個樣子 可是這一次呢 變小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早在 蘋果在把這個 M 晶片放到 iPad 裡面的時候 就已經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因為呢 以前呢 蘋果電腦必須做很大 很正常嘛 因為晶片的關係 可是呢 現在 iPad 裡面的那個主機板才只有這樣而已 這麼小的主機板 而且上面用的是跟 Mac 一樣的 M 晶片 那有什麼道理 Mac 還要做那麼大台呢 所以呢 一直都有一個呼聲 就是說呢 其實 Mac Mini 應該會變得非常小台 因為他只需要呢 加入一個跟我們平常在用的 USB 充電器 差不多大的電源 然後再加上 HDMI 加上網路線的轉接器 那其實呢 可以做得很小 於是呢 蘋果端出來了 12.7 乘 12.7 公分 大概呢 只有將近就是比 1 四分之一一台 Mac Mini 再大一點點的大小 非常的小 非常可愛 那但是呢 網路上很多人講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跟 Apple TV 差不多一樣大 這是不對的 因為 Apple TV 是 9.7 乘 9.7 公分 所以呢 這個 Mac Mini 還是大一些些啦 可是呢 沒關係 反正 他有變小我們都很開心 那這一次的 Mac Mini 呢 他一樣維持原本的傳統 就會從 1,99 開始 是非常便宜的 就是最便宜的 Mac Mini 任何人都可以買來入手 當然你說我還是 1,99 對我來說還是太貴 那麼我非常推薦你入手第一代的 M1 晶片的 Mac Mini 因為我前陣子看只要 1 萬 2 非常便宜 就直接買 但如果你真的這個 7,000 、 8,000 塊沒差的話 我還是建議買最新的 我一直講的就是 Mac 這種東西 蘋果的東西就是買新不買舊啦 但是呢 因為 Mac Mini 呢 他其實這一次 他把他的那個制定的範圍 變得很多 就是可以制定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 M4 Pro 的晶片呢 他可以制定 64GB 的記憶體 然後可以這個制定 8GB 的 SSD 於是呢 變成一台 16 萬 2,400 的電腦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問題 16 萬 2,400 買一台 Mac Mini 那我不是買 Mac Studio 就好了嗎 因為 Mac Studio 也是 12 萬 9,999 啊 之前我們祝宜妹妹在用那台 M1 Ultra 也是這個價格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該買 Mini 還是該買 Studio 這是絕對很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到底該買哪一個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呢 既然你會考慮 Studio 表示你在意效能 所以呢 我們必須看跑分 雖然我常常都講 蘋果不需要看跑分 但是呢 像我公司好了 我公司對於效能的需求非常高 因為我們要搶影片輸出嘛 比如說你現在看這支影片 我們就是要趕快拍好趕快輸出 那以前用 Intel 的還要用顯卡加速幹嘛 哇 輸出一支 15 分鐘的 4K 影片要花 30 分鐘 有的時候還會輸出失敗 因為顯卡不穩定 可是呢 自從有 Mac Studio 然後現在輸出的輸出 非常快 如果我 更趕時間的話 我直接輸出 Full HD 甚至 15 分鐘可能 7、8 分鐘就輸出完了 甚至還可以更短 所以呢 這個效能 如果你也是像我這樣子 有絕對需求 那你一定要看喔 那這個呢 上面是 M2 Ultra 就是 Mac Studio 現在現役最強的那一台的晶片 你可以看到喔 他這個總分是 5 萬嘛 對不對 可是呢 M4 呢 這個 M4 晶片你一定會說哪裡來的 其實就從 iPad 來了 還有現在不是有新的 iMac 嗎 都可以跑出來的 而且呢 我覺得就是很多人會想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可以看看就好 因為其實像這 Batchmark 的這種東西 很多時候呢 他跑分呢 都是在那一台機器發表之前 就會事先 偷偷流出這個數據 作為一個行銷手段 這是很常見 在以前蘋果 還有 Intel 時代就這樣子了 那所以呢 上面這 Studio 是 5 萬 然後下面呢 M2 的呢 不 M4 的呢 是 25 萬 那我們可以想見 如果是 M4 Pro 可能再增加一些 我們算他 3 萬好了 但不管怎麼樣呢 他都還是比較低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 M2 Ultra 呢 他其實在 他的那個核心數呢 跟這個 M4 的核心數是差很多的 所以呢 即便他單個核心的跑分呢 是有贏嘛 對不對 你看 M4 是 4471 然後 M2 Ultra 是 4199 可是呢 因為核心數多的關係 所以 湊起來之後呢 M2 Ultra 還是比較高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以前 Mac 還是 Intel 時代 就已經是這樣了 以前呢 Mac Pro 啊 他裡面用的是那個 Intel Xeon 的那個伺服器的 的 CPU 嘛 那 那個 CPU 它則萬連不換啊 可是呢 因為他核心數超多的關係 所以 這個 Intel 的 Mac 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什麼 i7 i9 但是呢 他總體跑分呢 還是要贏過這個 Mac Pro 還是比較難 而這 M2 Ultra 也是一樣 這個所謂的 M Ultra 晶片呢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把兩個 這個 M 晶片呢 接在一起 所以呢 現在他的核心數都是直接翻倍的 那直接翻倍 那效能好很多 也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嘛 而且呢 Mac mini 呢 跟那個 Mac Studio 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就是 Mac mini 呢 他的記憶體只能到 64GB 可是 Mac Studio 可以到 192GB 而且說 誰需要那麼高 如果你會有這個疑問 那就表示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跟人家佔這個問題 但是呢 如果你有在跑 AI 相關的東西 記憶體非常重要 你在 大概一年多前吧 那一年辦起來 現在快兩年了 那時候我有些影片在討論 我自己在我們公司跑 AI 的事情嘛 那那個時候呢 為什麼我們的 Mac Studio 可以輕輕鬆鬆地去跑那個 Stable Diffusion 然後完全不會有記憶體不足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 Mac Studio 是 64GB 的記憶體 而你買一張 4090 的顯示卡 他的記憶體就 18GB 就十幾 20GB 所以呢 這個絕對的 這個記憶體大小是有差異的 所以我們有一位 SISTER 呢 他們公司也用這個 Mac Studio 在跑一些圖 或跑一些 AI 事情 那他們跑起來也很輕鬆 就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 這個記憶體真的夠大 那我有另外一位 SISTER 呢 他們公司呢 是買顯示卡來跑這個 就是跑的 Stable Diffusion 但是呢 在使用上呢 除非像那位 SISTER 他們公司 有非常強的這個技術支援能力呢 不然其實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 買一台 Mac 呢 來跑 AI 是最快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公司在跑這個 我的字幕就是 WISPR 你現在看到影片的字幕 WISPR 會直接用 LARGE 的模型去跑 就是因為我們記憶體夠大 然後呢 我們的晶片夠強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結論一 如果呢 你有絕對的性能需求 那你還是應該買 Studio 但是呢 這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該買舊款嗎 因為呢 不管從 Mac Mini 來說 或是從 Mac Studio 來說呢 其實 現在這個時候都是一個世代交接 你在 Momo 上 你可以看到非常特價的 Mac Mini 這是我買的 我看什麼時候 10 月 14 號 就是這個月中的時候 我才買了一台 Mac Mini M2 那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他很便宜 然後呢 他還回饋 你看回饋了 1000 塊的 Momo 幣 然後呢 他自己又折了 3,200 但是是因為便宜才買他嗎 不 我不是因為便宜才買他 而是因為 我有急需 很簡單 Mac 這種東西 就像我說的 蘋果東西一向就是買新不買舊 所以呢 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呢 就是你很急用 我現在就是需要一台 Mac Mini 因為我們公司 現在就是需要一台 Mac Mini 我們公司的那個 就我們音響沙龍入民的音響 他的那個 Room Code 我改用 Mac Mini 所以 我們公司有一個缺口 缺一台 所以我立刻先買一台 先用再說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這個急需 那就等吧 因為像 Mac Studio 好了 Mac Studio 你現在看到是 M2 Ultra 那你沒有急用 我有需要一台 M2 Ultra 就是 Ultra 的晶片的這個 Mac Studio 但我沒有急用 那你何必堅持一定要 說 我現在就要先買一台呢 現在比較便宜 我現在要買一台 你又不急 你可以等之後再買啊 當然如果你不差錢 10 萬塊跟你來說就像是 10 塊一樣 那你就買 買了之後就把他丟在那個角的 把他丟在角的 然後把他就不要用 也是 OK 可是呢 如果對你來說錢還是要花在刀口上 那麼 千萬記得 你現在這段時間 你會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很多的 就是 就是 網紅 告訴你說 現在的 Mac 去撿便宜 有多便宜 有多便宜 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那優惠 整個加起來 大概是優惠了 4,000 多塊 而且我原本還有某某幣可以用 所以我整個呢 就大概是折了 我那時候看好像是折了 4,500 吧 反正 4,000 折了 4,500 折了 4,500 就不用錢 折了 4,500 所以 折了很多錢 但問題是 這個折的錢 真的值得用來換他的那個性能折損嗎 而且這一次的 Mac Mini 是大改款 所以這個 Mac Mini 是變得更 Mini 的 更可愛的 這個情況下 你會為了三、四千塊 然後現在就先買一台 舊款的來用嗎 然後這一台舊款呢 你還要用個三、五年 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 不妥當的做法 Mac Mini 呢 因為台灣要電解的關係 全世界的朋友沒有這個混擾 但是台灣有 因為台灣要電解 所以呢 我們大約會需要再等一到兩個月才可以買得到 但是如果是我 我還是我個人 我沒有急需的話 我一樣會等 因為我要最新的 那 Mac Studio 也是一樣 因為他的絕對性能還是比較強 所以如果你現在就需要 那就先買一台 之後再把他賣掉 因為你會有絕對性能需求 表示他是你的吃飯工具 他是你的身材工具 那麼現在就該買 可是呢 如果說一樣 就是我只是剛好要一台 比如說我想要幫我們助理妹妹換一台電腦 可是呢 我不擠 他現在 M1 Ultra 用得好好的 那我幹嘛要買一台舊款的呢 我當然就是等新款出來再買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後續呢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Mac 該怎麼選 因為現在 Mac 有 就是你看 MacBook Pro MacBook Air 然後還有 Mac Mini iMac 還有 Mac Pro Mac Studio 那這些到底該怎麼選呢 我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也有比如說就是 這個誰應該買 Mac 誰不應該買 Mac 都會再有後續的影片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